大家好,各位早晨 看恐怖片十出有九出都是糟糕的 但我一直都喜歡看的 因為有時候你是會駁到的 我特別喜歡看那些 不是逐集 你都不知道 不是很清楚知道究竟他是 哪類型的恐怖片 然後他的感覺似乎是有放本 有用心拍的 但你看他的款式是這樣的 始終有很多時候都會出事 例如不久之前我說過 John Cho的《Afraid》 即是說AI的那一齣 那一齣真的爛得糟糕 但你見到男主角是John Cho 你以為是OK的 誰知道那一齣都是很不行的 那一齣是否好像Sony 我不記得 不過Anyway 我在看之前 不可以說期待 但我也希望他好看 我覺得這齣是一半半的 我記得好像有聽眾留言 推薦我看 但那些青頭仔的推薦 我一直都不相信 結果這齣是怎樣 這齣是懸疑 經歷路線的 他裡面有一些畫面 也挺血腥的 不是超血腥的 不是有些 有些 有些 飛腸出來的 那些 也不至於去到這樣 但是是多血的 即是會 出戲 某些位置 會爆光 全面血 有那些畫面 但又不是一齣很噁心的電影 即是他的故事 即是他的故事 即是他這齣是一個女主角 即是整齣是Focus說他 即是說這個 我想他的年紀應該是少女 即是可能十六七歲 或者十七十八歲 即是即將成年的年紀 即是他就說這個女生 即是我想他本來是跟媽媽住的 即是離婚 但出戲是說他就走了去 跟他爸爸住 但他爸爸又有自己的Family 即是他有另外一個老婆 他又有一個女兒 即是那些 他去了跟他爸爸住 他去到那個地方附近 就是有一個 即是那些 那些resort 即是那些度假村 即是出戲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說他去了那個度假村 打工 然後在那裡打工的時候 就開始出現一些奇怪 難以解釋的事情 有些奇怪的事情發生 因為這齣戲最好看的地方 就是很多事情不清晰 不知道 即是好像很多謎團 那些部分是最好看的 所以我也不詳細解釋 究竟有什麼怪事發生 那樣 然後 他有很多事情想知道 即是他想知道 發生什麼事 又和他家裡有關 所以他就知道了更加多 然後出戲去到尾段的時候 他有詳細解釋 即是有某一些角色 即是有某一些角色 即是長篇大論 即是在發表議論 就是要確定 你作為觀眾 聽得清楚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總之有些怪事發生 即是出戲 有一些類似怪物的事情出現 然後到最後 他有解釋 究竟那些是什麼 然後過程 即是有很多 爭奪恐怖 即是有些暴力的成份 大概是一齣電影 即是這齣電影 我覺得 因為有很多恐怖片 也會的 其實不只是這齣電影 一方面 他有懸疑恐怖的那部分 另外他也有說 那個角色 他個人的掙扎 即是給他一個故事 即是他一個會成長的角色 即是開頭是這樣 後來是怎樣 即是他這齣電影 他也有嘗試說那個女主角 即是他一個 即是說他在他的家庭裏面 即是有說他的背景 即是他為何在他家裡不開心 我覺得 即是他也花了很多時間說那些 例如說他會經常打電話給他媽媽 即是那些情節 我覺得在這齣電影裡 他最好看的部分 就是有些古怪的事情發生 但你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當他一轉一轉 即是說那個女主角 即是他跟他家人吵架 即是說他怎樣反叛 又如何掛著他媽媽 即是那些 突然間就變得很不好看 即是那個女主角 即是那個女主角 即是他做得OK 即是其實 但那個角色就不好看 即是一去到說他的個人生活 即是說他的家庭裏面 即是說他的家庭裏面 即是我覺得這齣電影 即是跌鑊跌得很重要 即是那些部分我覺得是完全不好看 即是這齣電影 即是好像我剛才提過 即是這齣電影 即是特別是頭半 即是他的情況是怎樣 好像下斜坡 我覺得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即是當他 當那些古怪的事情開始發生 就是這齣電影最好看的地方 最好看的那一刻 就是這樣 即是我覺得這齣電影最好看的 就是相當頭斷 就是他踩單車回家 然後就有些古怪的事情發生 我覺得那一部分是最好看的 即是我覺得這齣電影 即是如果有哪一部分 是比較令我有一點恐懼的感覺 就是那一部分 其實是 然後呢 因為他有趣的地方就是你不知道 所以出戲一邊做下去 即是當類似同類型的古怪事情發生 第二次發生 第三次發生 第四次發生 即是他那個魅力 即是他就逐漸抓減 即是不像下斜坡那樣 即是他去到這齣電影 即是應該高潮的地方 就是最不好看的地方 即是他去到最後 去到尾段 即是有個人出來解釋所有事情 即是究竟是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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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就是整齣電影最沒有趣味的那一部分 即是他嘗試去到最後 即是讓他多一點action 多一點動作 但這齣電影有趣的地方 是在於那個mystery 你不知道 即是有些事情 你不知道那種魅力很吸引人 就不是在那個動作 這齣電影不是動作片 所以他多放一些動作 即是開槍等等 有些追逐等等 我覺得是幫不了出戲 所以出戲我覺得是嚴重的頭重尾輕 即是越是尾段就越是不好看 尤其是他去到比較尾段的時候 即是他懶是... 即是... 即是他去到最尾的時候 即是他可能嘗試... 即是... 即是我覺得是去到低B 即是其實有些少 哈哈哈哈 因為你...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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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半出戲 他有一些秘密 懶是不跟你說的 然後呢 即是他一說那個秘密 你覺得是很低B的 那... 整件事就是很反高潮 即是... 如果你有一個大秘密 你一直都不告訴你 然後你最後知道了 你覺得很精彩 你覺得很精彩 嘩...很棒啊 這樣 但即是他反過來 哈哈哈哈 即是... 總之呢 即是他去到最尾 即是他其中一個... 一個的絕招 就是掩著掩耳 但是... 即是你想一下 你覺得是完全不合理 即是... 即是你怎麼會有效的呢 你說戴著一個... 很厲害的耳機 那我就... 即是... 可能勉強啦 那你戴耳機 即是... 即是你那些... 很垃圾的... 那些... 那些...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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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用手掩著 你對手是真空的嗎 根本上就是... 即是... 所以...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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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我不記得我有沒有說過 可能沒有說過 如果我沒有說過 即是... 即是我也很願意 即是回看那部戲影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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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這樣的,挺過癮的 有這樣的感覺,這齣戲就完全沒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齣戲最大的問題 他有一個很大的秘密 不跟你說過了整齣戲,最後說出來的時候 其實這個秘密也不是特別有趣的 我覺得是很影響這齣戲的觀感 所以這齣戲我覺得很麻煩 我給他的評分是C